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盘棋为您带来的呢 是由台湾的棋手啊 台湾地区棋手 周俊勋对阵马斯特 这盘棋可以说是 下了这么多盘啊 马斯特对立了这么多盘里面 绝无仅有的一盘 就是绝对不可能有一模一样的棋 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招就下在天元上 那很显然黑棋的意图是什么呢 他想下模仿棋 模仿棋呢 其实是 就是在围棋当中啊 是一种存在的一种现象 但是在职业的比赛当中呢 大家比较少去应用 一方面呢 是有一些不太理解的声音 就是会觉得模仿棋缺乏自己的创造能力 就觉得你老模仿别人 你这个 就感觉你好像不像是一个 就好像对于这个胜负来说呢 你没有什么创造力的这个棋手 不是大家所喜欢的 所以大家下模仿棋的时候 其实都比较谨慎 因为这个总感觉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还有一种声音啊 就是说 下模仿棋需要很高深的实力 因为你模仿不好呢 其实模仿棋一点都不占优势 这个周俊勋九段啊 他对于模仿棋呢 是有一些心得的 他自己在台湾地区的比赛当中呢 下的还是挺多的 嗯 他下这盘棋之前 他自己也说 他是想到可能会被一些人所不理解 但他想真正的看一下 就是到底什么样的局面 是不是这个master可以交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出来 所以我们这盘棋来看一看 面对模仿棋master是怎么样去应对的 模仿棋 模仿棋顾名思义啊 就是你走一步 我在同样一个角跟你下同样的招 呃 等于是全部都由白棋来选择 因为黑棋的这手棋呢 放在了天园上 呃 如果说 不了解这个模仿棋的爱好者 如果对方 比如说黑棋下天园 让你来下的话 其实也很好破解 你就只要抱着一个信念 就是无论其他地方 你怎么样模仿我 最终我要让你在贴圆的这个子 变得没有价值 就是你贴这青木板 你根本就贴不出来 大家全局的形式一样 你只是多了一个子而已 你并没有把这个子的利用起来 所以这是对于最粗浅的 最粗浅的这个 呃 模仿棋呢 最好的一个应用的方式 但是对于模仿棋高的水平的人来说 就他专门下模仿棋的这种人 他是什么呢 他是一看模仿到你 他认为你这条棋走错了 下的并不好的时候 他就停止模仿了 他就按照自己的棋来下了 啊 他觉得你下错了 那我就有利可图了 嗯 这也是另外一种 还有一种模仿棋呢 就是 比如说一上来 白棋跟黑棋进行模仿棋 那就是天园这个子没有 大家都是一样的棋型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涉及到一些针子啊 大型变化 黑棋只要利用自己这个先手之力 就你总归在棋盘上会比他多走一步嘛 利用这一点 然后呢 尽量多的制造出针子 或者是同型 然后你可以下 你先下嘛 黑棋 这样子的手段呢 就可以破解掉这个模仿棋了 所以模仿棋并不难破解 难的是 就是模仿的这个人啊 他需要在什么时候喊停 这个是模仿棋最难的一点 所以周军勋下这盘棋的时候 他也是这样想的 他觉得如果这个 马斯特没下队 他觉得这个棋马斯特下的不够好这个点 他就不学了 他就不模仿了啊 也是可以停止的 并不是说一味的 就是要去模仿 为了模仿而模仿的棋 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 首先是没有他的围棋上的生命力 就不存在生命力 另外是也没有任何的价值 没有意义 没有艺术感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提倡 就是创新精神 好吧 先看到这儿 我们继续来说这盘棋 开始模仿了 模仿棋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一退 这就不叫模仿棋了 这边人家就有可能顶了 就不同了 所以还是搬 那么他就吃 他也吃 看到这才叫模仿棋 他加 我也加 但是呢 其实模仿棋就应该是像马斯特这个棋这么下 应该说马斯特很好的给我们上了一盘 可以算是教科书式的这个定型 他拆二 白棋拆二 黑棋也拆二 那么这个局部 基本上就告一段落了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局部了 挂 他也挂 我小飞 他也小飞 小飞到这里之后 白棋 白棋 加鸡 黑棋也加鸡 我拖 他也拖 这个是 就像照镜子一样啊 就全都一样 搬 他也搬 吃 他也吃 沾上 黑棋呢 也沾上 白棋沾上 黑棋呢 再沾这里 这个次序是一点都不能差 呃 度过 然后呢 轮到白棋 白棋吃 嗯 哦 等一下 白棋走这个 这个模仿的已经要晕掉了 咱做这个 对 然后我立 你也立 挡 挡 捏挡 拐 他也拐 再拐回来 呃 其实这个时候呢 黑棋是真的不需要动脑筋的 因为他都在模仿别人嘛 都按照别人下的招下就行了 但是 呃 白棋呢 确实是需要一些 需要一些实力 这个时候 呃 白棋是先把这个顶死 黑棋也顶死 白棋再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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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吃鞋是现在很关键的一手鞋 如果不懂得这个时候 吃鞋这个模仿是失败的 你这鞋如果还按鞋一下粘回去 这是失败的 吃这个是对的 因为它现在不能吃 看起来吃很诱人 吃了鞋 但它是后手 轮你先下这边 所以这是一个争先 就任何时候在这边呢 要争先手 它也只好跟你模仿 那么你把这个鞋了 效率就会很高 走成这样了 然后白棋拆二 黑棋呢也拆二 但是我们就看现在这个局面啊 如果就按照现在这个进程 白棋呢就点黑棋 如果说大家就你拆二 我拆二 你再走 我再走 就把中央再随便限制限制 黑棋这个字 它怎么能够拿出来七木板 虽然说这是往棋六木板 它拿不出来这么多来贴木 所以黑棋的压力呢 就会随着这个每一手每一手的进程 因为棋盘越来越小了 会压力很大 所以这盘棋啊 也是下到这儿 可能这个黑芳也确实是顶不住压力了 它就变招了 那也就是从这手棋开始 模仿棋就结束了 但是结束了之后的黑芳也确实是 应该说不是他想象的那么容易吧 这个棋 白棋还是 在这个局部来说 白棋走的还是非常非常强的 现在看起来呢 如果白棋就是淘自己 当然可以淘 长一个就跑了 但是白棋有凶的下法 它这棋下的都太狠了 对于这个棋型 白棋真的是 已经是把这个棋走到了极致了 这个连斑 黑棋没办法 抓住了黑棋的这个失误 这个棋型的失误 再一段 这黑怎么办呢 黑棋只有几 就是把这棋连上 白棋长 其实白棋长已经回去了 这你不能挡着冲断了 那这个局部有问题啊 这边一虎还死着呢 所以它还得补 那这个地方 肯定黑棋的失控又亏多了 断 成了这样 成了这样之后呢 应该说黑棋 黑棋的模仿 应该就是彻底的 以失败而告终了 现在这个局面 白棋的实地 比黑棋的实地多多了 这边白棋全是底 这黑棋就缩在这个小角上 而反观这边 这边白棋这也都是地 你没有获得像这边一样的战况 所以呢 黑棋也是 这个心情我们也能理解啊 也就下的也是比较撑 但是很明显 这个心态有点不对了 太过于急于求成了 对方一拐 斑 这个 马斯尔可以说下的都 非常的清楚 你断 是可以断 他就把这个吃了 这是先手啊 这个地方你不能要了 走这个 长 长你之后粘住 在这一代呢 白棋已经获得了巨大的这个利益了 然后之后 他并不是要把这个跑出来的 这个地方显然已经不是对决的重点了 跳一个 这已经属于在 安稳的 过渡的 这个局面了 然后黑棋呢 接下来又走了一招 比较大的失误 所以这个 在走这招之前 白棋先把这挤掉 就是他的权利 白棋一跳 就是把你这个地方一限制 这棋基本上就没什么下的了 但是黑棋呢 这个时候 飞点在这里 飞点在这里 可以说 如果啊 给大家一点时间 我想必大家也都能看得出来 这个 黑棋还是真的是太急于求成了 这盘棋 也是 突然之间就感觉这个棋下子就很脆 就是 一下子这个 弦就断掉了 搞得 可能他这个模仿棋确实把自己搞的压力很大 就 这个飞明显是一招失误 也是快棋的一个产物 他想的是把这个地方 比如说白棋威胁一下 但是呢 白棋这个地方一靠 棋行 你一冲 给我一断 这个时候大家就突然之间发现 其实这棋已经没有下一手了 为什么 你吃这个 我这里有一吃完 一恰吃 那杀气你就不要妄想了 这已经 就我们说的无印手了 死进去了 那你也不能不要啊 你这兄弟你刚一飞就不要他了 也不行 所以现在的差距可以说是太大了 所以呢 下到这儿 100 他打了一个 118手 电行到这里呢 这个 黑棋就中盘认负了 嗯 这盘棋 从结果来看呢 真的是惨不忍睹 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看这个 Master面对这个模仿棋的冷静的水准 还是很不错的 各方面都 就是没有让黑棋能够达成任何 他想要因为模仿棋而得到的这种利益 每个地方的度 就张实都是有度的 其实我想大家如果遇到了模仿棋 也不用太心急 就是先按你自己的棋下 比如像这个局面 就让他这个子 黑棋新位这个子变成单观 一切就都简单了 因为他要贴幕 他贴不出来木的情况 他这个子就是浪费一手棋 但你千万不要努力的去作战 让他这个子闪闪发光 那你就走到了反方向 就正好中了对方模仿棋的这个套路 所以模仿棋可以说是让人 又爱又恨的变化吧 过去的时候呢 这个日本有一个模仿棋的大师 滕泽鹏斋 他是 就是靠模仿棋蹚出了一条路 但是他之后的 再模仿的这个 别的这个棋手啊 真的是下不出他那种 时代的这个模仿的能力 所以这盘棋虽然说输了 但是也给我们展示了这个 Master 的实力 就是他其实也 并不惧怕任何类型的棋 这盘棋 应该说黑的 并不是太 就是把这个蓝蹄抛给白棋 这个Master 其实并不是太成功 那么这盘棋呢 就介绍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这盘棋要为您带来的呢 是中国的世界冠军 范婷玉 对阵Master 在之前呢 范婷玉跟Master 有过一次交手啊 在议程网上 那么Master呢 是获胜了 这盘棋呢 范婷玉直黑 看一下他是怎么下的 跳 跳单关手脚 单关手脚 这个局面并不多见 但是 Master呢 也学会了这个 中国流 也很有趣 一般都是别人跟他使中国流 这盘棋 他自己主动下了一个中国流 走到这里之后 脱纤了 至少在这个局部 其实Master 给我们带来了 很多的价值 就是 他要么是脱纤 要么呢 是拐这边 总之呢 他不从这边搬了 过去我们一直在纠结于 就是整体这个旗舰啊 都纠结于这个搬 觉得白系不能搬了 不能搬太痛苦了 这个中国流 反而也不下了 但现在我们发现 其实也不一定嘛 退一步来说 这个拐一下 忍耐一下 也是可以的 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流 又变多了 这也是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走这个 挂了一拆 要拆了个高位 一起补一个 碰 只要是这个 子在 跳小的 无论是 无忧角 还是单关跳 这个碰都显得很有力 当有一天 大家都对这个碰 且感到十分的烦恼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 无论是无忧角 还是一间 单关跳 就都会消失了 没有人下了 但是现在大家可能 也慢慢的在少 因为MASTER 他 他喜欢大飞手脚 所以现在 更多的人都模仿 他学他大飞手脚 走成这样 逼住 这黑旗呢是没有 在这继续硬的心情 这个两边都被立 是不肯的 反击 跳出 黑旗呢挂入 把你这个 中国流的阵势呢 给他打散 很中规中矩 都是这么下的 接下来呢 这个范田玉 是从这里 来靠 是下的有点变化 如果是靠这个呢 那就是大家都会背个定式 一脱退 然后粘住 就是一个标准定式 他没走这个 他是靠的 感觉上也不错 黑的这个靠 为什么呢 因为白旗这个地方 其实是漏风的 等于是这样将来 被我一大飞 这没有什么价值 走完之后呢 他就脱先了 从上面来行期 冲完之后断 这是必然的 但是断是手段 他的目的 并不是要把这个子吃掉 这个不是要吃 而是要先打 你粘住我再去吃 所以这个地方 毫无疑问 也会形成一个转换 打 踢 黑旗呢 想要在这用个结 不过白旗这个地方 其实白旗是非常非常轻的 就这个结 黑旗你打赢了 我们假设一下 黑旗会下什么呢 粘住 这个旗形 也有点太过于凝重了 所以白旗其实不怕 黑旗打赢 白旗怕什么 怕你如果 筋的节材很多 再开到这儿 那这个白旗有点担心 如果说黑旗节材 打赢只能粘或者团 其实白旗都不是很担心 所以实战这个结呢 白旗轻 黑旗重 但是 白旗依然是点了一个 这个点呢 有点 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法给它一个准确的判断 它是便宜是亏 如果说把紫下在外面这一点上来说呢 白旗是 没亏的 它把紫呢 都下在了外围 但是如果说缺少变化来说呢 确实是亏了 这个变化 以后都没了 宁愿 我觉得很多人宁愿把这子放里边 将来这个外面可以爬啦 可以往里爬 还有变化 放在外边的这个 不确实是 马旗特它的大局观呢 导致它有的时候对于全局的掌控能力 明显是要站在人类的视野之上的 然后 这个地方下了一个 我觉得对范田玉这样的棋风的棋手来说 是很痛苦的一个变化 为什么这么说 白旗把黑旗的地全部破光了 这个 我想必它在对局的时候也会非常的痛苦 因为现在棋手啊都很爱实控 但是自己的实控被对方 被对方这个样子全部给你挤掉 你只是在外面得了一层皮 这个皮如果没有发挥作用 那就是 一文不值 当然如果发挥了作用 那当然还不错 但是整体说来呢 还觉得白旗的实控 确实是很大 这时候白旗没有硬 这个时候也要注意啊 不要再拘泥于去吃这个小小的这个子了 这块已经 对方这个后视就等着发挥呢 所以白旗的重点其实就是赶紧把自己这块补墙 他先是飞了一个 跳 这个时候就不要有什么花样了 其实如果跳一个 就假设我们举一个例子啊 跳一个能补上那就跳 跳一个如果补不上 或者小尖 这都是可以的 因为什么 因为对方敌人太厚了 当敌人厚的时候 有的时候要放弃掉一些 跳这个现在当然 因为这边有配合 还是可行的 黑旗呢 肩 扳一下 拖鲜了 跳这个 哦 这招太大了 这招其实黑旗应该在之前 先把这个大飞掉 这边白旗一跳 这个木鼠主要是心痛的是这个木鼠 木鼠太大了 所以走成这样了 黑旗他可能也没有想过这个局部 白旗会在上面拖鲜 再度打入进去 白旗走的也是非常的简单 所以其实看Mustle的旗 有的时候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 就觉得围旗这么复杂的东西 在他这儿就变得特别简单了 有些东西他都可以给你 就是你想吃的我都送给你吃 你的目的都让你达成 但是最后一数目你不够了 这种是 怎么样去形容呢 就是给人最为崩溃的一种打击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怀疑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生观到底对不对 就在这个棋盘上你的价值观对不对 就是会有这样的怀疑 这个棋也是这样 他就很 你一打入嘛 他轻描淡写的就把这给你了 那么当你虎到这儿吃掉以后呢 他又拖先了 他又不走了 走到这儿 应该说这个棋行到这里呢 从木树上来说 白棋是获得了很多 一个呢是他这边木树获利了 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跳下来这个之后 这边也确实挺大的 上边呢黑棋确实配合了很多 但是现在来看这样的交换 白棋其实是便宜的 他不亏 走在这个二路 这招棋过去也有人下过 如果你小尖我再尝起来 实战它是钉 贴 拆 跳起 很大 但下一招这个冲了团就变得必须得走了 要不然背一挤 这局部都不活 必须要下 白棋呢也在这儿利用这个黑棋的弱点 他考验黑棋 这个真的是 搞得你很头大 局部棋是没有棋 他小尖这个没有棋 比如说你吃可以靠 他也就打一下 这打本来是他的 他之前没打 他用了一个障眼法 其实总归是要打的 黑棋一吃 这棋就没事 但是白棋可以得到一个先手的提 黑棋走住 白棋可以把外头封住 同时呢 一路有的子呢 对于这边的木树呢 也是一个 清削 就你将来这一路都是露着的 木树没多少 所以他这一尖啊 尖得 黑棋有点难受 所以黑棋呢 与棋难受 他就没走 把这个打扒了 但是你这个打扒到这之后 要注意这三个子啊 含在白棋的嘴里了 这个价值也是太大了 非常大 打扒完呢 白棋没有马上走 白棋打吃 一起粘上 白棋呢 在这边定型 靠 靠这个呢 可以理解 他想借点劲 在这地方借劲行棋 你如果搬这个 那我有可能搬 也可能尝 就是 看你的应手 试探应手的意思 没想到这个棋 黑棋搬在这了 搬到这呢 第一感呢 白棋是不是要跟他作战啊 是不是要搬下去啊 或者是不是要断 但是这个棋的白棋 走得特别的冷静 也是特别的出乎意料 就尝一个 这个完全是有点 可能估计不足吧 好像不容易想到 这棋就淡淡的一退 太过于平淡了 就给黑棋退一个 那这个地方呢 等于还差一手 这将来还是需要拐回来的 现在他还没时间走这个 贴 把这个问题呢 都给补上 威胁黑棋 当然希望黑棋拐了 跑出去啊 但是黑棋也是要反击的 应该说黑棋的实控 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个问题 就你最大的木属就在这 除了这个之外 这都很小 这基本没木 那块如果被我搅上一提 也没有木 所以就 只限于这一块空的话呢 白棋这欠一个吃 这块棋还是比较大的 这边呢 虽然说有点薄尾 但也有点木 所以还是白棋中间 还有一些潜力 形式还是白棋不错的样子 黑棋呢 就来反击了 沾 白棋 黑棋飞 出头 对 先冲了一下 好飞 黑棋靠 其实这个棋 黑棋已经走的 肯定是走的已经有一些 问题了 这四个子已经被白棋 就是 关在里面了 现在只好靠这种靠的手段 其实白棋走都很 都很松 就是挺缓的 给你跑 就是你要跑这块棋吗 哎 我就都给你跑了 但是呢 他有他自己这个 棋行啊 走的很优美的地方 这个时候 眼见的一招 哎 这一走 棋行行的很漂亮 同时呢 这黑棋其实连不上 这有个段 就你走完了 也连不上 这个段点 没法补 所以黑棋呢 也是得想点办法 他实战也是 在这儿用墙 他先沾 这个地方你如果断呢 他要从这儿靠出来 吃这两个子 白棋呢 也没有马上的去硬 白棋是补了自己 加强刺棋 这个都是很好的习惯 先把自己补墙 然后再刺激出动 黑棋这个时候来了 顶完了 断掉白棋 可以说黑棋在这儿呢 是最后一拨 用的全力 用尽全力 拼到这儿 白棋粘 黑棋粘 如果能把白棋吃掉 那当然是最好了 当然也不是很现实 白棋粘 从这里吃 嗯 他现在这儿跳了一下 跳成这样之后 他再吃 黑棋吃这个 对 退 这个要早晚都要走的 其实黑棋已经不太行了 因为什么 黑棋只必须得活自己 可是你活自己的时候呢 这块棋它不吃你 它只要把这个棋的节奏 就是把握住 这个掀手 最后回到这一步 这棋黑棋就不够了 所以说这个棋的 整体的把握 还是黑棋的实控 没有比拼过白棋 一开始被白棋 捞的目数太多了 导致最后 就即使你用墙 其实现在白棋很简单 自己把这个棋 只要一提掉 它就很安全 只要它安全了 这些黑棋就没希望了 所以最后呢 也是在进行的中央 很复杂之后 也是白中盘胜 这番棋呢 就介绍到这里 再见